看到了在國際間 這一陣子局勢動盪不安 不時傳出了恐怖攻擊 又或者是反政府的革命浪潮 另外天候異常 許多國家在這一陣子 也紛紛傳出了森林大火 政上人因此在今天的志工早會當中 就特別呼籲天地告急 無常往往發生在一瞬間 因此每一個人 都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心念 美東地區熱浪 高溫 異常氣候作祟 俄羅斯也傳出了 難以控制的森林大火 就像佛陀曾經提到 三界如火宅 眼前景象提醒著人們 人需一念難調伏 大小乾坤就將遭殃 無常啊 什麼時候會到 沒人知道 這就是天災人禍平傳 真正的天地在告起了 所以呢 天災人禍平傳啊 都是因為人心不平難安啊 因為人心只要一個心念啊 它也有生住意滅的危機 這都是人人的心態啊 反政府浪潮持續在阿拉伯世界上演 尤其利比亞局勢最動盪 天災人禍 遭受苦難的還是說婆世界所有生靈 不忍重深受苦難 慈濟人頂著高溫 以誠懇的愛再度前往受到 複合式災難襲擊的日本災區發放 愛真的是撫慮到不只是給了他們的這樣的撫慰情 我們還給了他們心靈的撫慰 真的非常感恩 很幸福啊 慈濟人 在當地那樣的氣候 而且真的是不管是住的吃的 一切的一切都是很渴難 也是很辛苦 世間苦難 多起自人心貪念 只有用善念用智慧先撫平人心 災禍才會遠離 大愛新聞林國新鄧明宜 花蓮報導